河南的经济这几年的发展有目共睹 连续居于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GDP排行榜五强 由于河南又是人口大省 人均GDP同发达省份仍有差距 不过河南的人消费能力还是蛮糟的 尤其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河南人 就拿买汽车来说 河南豪车保有量并不比发达沿海地区少 在很多人热衷于痴迷于沉醉于洋品牌的时候 自立自强自信的河南富豪 却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国产车 河南一男子近日斥巨资 550万买了一辆红旗 身边的亲朋好友对他的行为感到很费解 这个价格完全可以买一辆宾利或者劳斯莱斯了 那该多有面子啊 竟然买了红旗 这也太没眼光了吧 该男子说 他从小就有一个红旗的梦想 尤其是看到红旗一次次出现在中国重要场合中 担任礼宾车 检阅车的时候 更是心潮澎湃 做梦都想拥有一样同款车 这次终于圆梦了 其实这辆价值550万的红旗L5 真的不属于任何豪车 它的造型来自红旗经典款CA770 外观前脸部分脱胎于2009年国庆解约车的CA7600J 前大灯为圆形设计 和红旗力标搭配更显大气厚重 并突出其特色 内饰简单中透露着奢华 面板采用了福建省市大漆 它的墙内腐蚀性可保证千年不服 内饰中的很多地方更是采用了苏格兰小牛皮进行包裹 纯手工制作 动力系统方面 它搭载了一款国产的6.0LV型12缸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为408马力 最大峰值扭矩为550牛米 这样的配置再加上红旗在中国的象征意义 开出去在气势上一点都不输给宾利和劳斯莱斯 不过如果你有550万 你会买红旗吗 我会买红旗并不输给宾利和红旗并不输给宾利和红旗并不输给宾利和线